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千锋教育集团旗下高端纸品牌好程序来为大家提供的快速玩转Spark系列之Spark号 我是主讲人之歌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Action算子之Talk,Oder,First,I之C,Test,Fill,ForEach 如果大家对视频当中的大数据感兴趣的话 可以添加千锋大数据学习营QQ群 群号是241617568 那么OK,开始今天的正式学习 好,那么我们继续学习Action的算子 那这一刻我们来说一个Action当中应用的也是比较广的一个算子 叫做ForEach 它可以直接便利当前RDD中所存储数据 那它相当于是一个打印 也就是说便利便利集合中的数据中的数据 那么一般干什么呢 记住多用于打印集合中的数据 也就是说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通过RDD这个算子 调用ForEach 然后传入当前一个函数 那这个函数是干什么呢 就是对当前存储在RDD当中的这些元素进行处理的方式 例如我想打印当前元素直接写Print 我们就可以直接打印当前结合中的每个元素了 那我们可以执行一下效果 稍等 好,通常看 这个值21365 这个2是咱们上边调这个RDD First调出来的 21365是咱们得到的一个值 那这里这就是一个ForEach的执行 那这里大家需要注意啊 在Spark当中有一个跟ForEach很类似的算子 叫做Map 首先这里大家需要记住 Map和ForEach都可以对当前RDD中的数据净便利 但首先大家需要区分 这个Map是Transformation算子 记得它Transformation算子 那么一般来说它多用于干什么呢 就是便利存储在这个RDD中的数据并进行处理 这是多用在这 它是一个Transformation算子 而咱们的这个ForEach它是这个它是什么呢 Action算子 算子 那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 它是便利存储在RDD中的数据并进行打印 主要是这个居多 这个打印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层直等等 也可以做一些处理 但是这两个区别还是 还有一个这里大家需要注意 这是一个最大的区别 我们可以做这么一个点 看好了 这里大家看到我们当前那个ForEach需要注意 咱们Map Transformation当中的一个Map 是可以返回一个新的RDD的 而我们这个ForEach算子 是没有返回值的 没有返回值的 所以这个是当前Map和ForEach算子之间的区别 需要大家进行一个区分 那么到目前为止 我们常用的当前Action算子 也给大家介绍过了 那希望大家以后请假练习 多加记住 那OK 今天我们的课就到这里